122 太陽煲、鹽蟹養岩湯飲百嫩水潤 2015年7月22日呼看E27夏天一來到 飲瘡、粉刺、曬黑及恆養等皮膚問題亦接種而來 皮膚變差,不但令人心情煩躁,而且有外觀瞻 影響人際活動,與其依靠美容產品、藥物所提供的一時幫助 大家何不嘗試從日常飲食光環 由內條理好體格,讓皮膚換言一身 消化系統皮藥中華經根醫學院院長周嘉儀教授認為 無論是冬天或夏天的氣候,均會影響到皮膚的正常運作 冬天乾燥冰冷,皮膚容易出現脫皮、翻紅及敏感 夏天則陽光猛烈、炎熱,皮膚容易曬黑及形成粉刺 兩者雖靠入常的美容護理,均可得到明顯改善 但當中差別在於夏天人體的消化系統 整體運作都較冬季差 夏季對皮膚的傷害,可謂內憂外患 皮膚不單要面對外在氣候引起的煩惱,患要受光脹 B.消化系統功能下降的影響,下季濕熱的氣候特徵 促使人體寒腺分泌旺盛,這將會抑制到消化液及 消化的生成,令皮胃運作的效率變陽 消化系統一旦變差,就會妨礙身體吸收營養 團積毒素,之所以對皮膚的影響特別顯著 那時因為構成皮膚的主要細胞膠原蛋白 其成分大都須依靠食物攝取 由此而知,為什麼有些人在夏天,無論如何塗雨液 防曬用品,勤結念,肌膚問題仍是揮之不去 幸而,這種因消化系統功能下降而形成的季節性體質 亦可以依靠飲食條理過來 合而湯飲助養顏周教授表示 要提高消化系統的功能,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食療 不少食物及藥材具有清熱利濕的作用 可助身體排走多餘毒素及濕液 令皮胃可集中生產更多消化液 如土腐苓、絲瓜、綠豆及扁豆等等 是理想的主制食材 此外,夏天的陽光均較冬天來得強烈 想令曬黑料的皮膚快速回復白滑 抑制色般形成 不妨多飲用含山茶、村宮等成份的湯飲 可活氣區語,有效阻止色素沉澱 然而,以上藥材的屬性偏良 周教授亦指虛寒體質的人切物多飲 虛寒體質的人,特徵是棉色瘡白 四支冰冷,大便稀爛 它們同樣會受夏季消化系統功能下降的影響 只是暗瘡及粉刺的問題相對沒那麼嚴重 我建議它們可選擇採用性質溫和的藥材燉湯 魚竹魚及相寄生等 疏度精筋之餘,還有效維持紅潤膚色 四款羊顏湯水夏季喝湯有講究 周教授特別精選了四款湯水 讓大家可按照個人體質所需 選擇採用自己的養顏方案 美白潤膚湯對應政治 臉色偉旺 皮膚曬黑 功效 美白 清熱 養顏 材料 絲瓜兩條 玫瑰花二十克 菊花二十克 白紫二十克 白灼三十克 白吉二十克 白伏零三十克 紅棗 去核白梅 鴨半隻 適量調味造法 絲瓜削去硬皮 切成塊 將所有材料浸洗 先將鴨肉放入鍋中 再倒入適量清水 大火消費後轉小火等煮六十分鐘 期間要不時闢去浮沒 最後放入藥材以大火消費後轉小火慢慢煮六十分鐘即可 通筋活膚湯對應政治 皮膚粗糙 臉上有斑 筋骨酸痛 功效 通筋活樂 活膚養顏 材料 乾黑木耳十五克 雪耳兩朵 白灼三十克 桑記生三十克 竹魚三十克 紅棗八莓 豬骨連筋五百克 適量調味造法 將乾黑木耳及雪耳放入液水中 浸泡十五分鐘至完全泡發 豬骨連筋放入鍋中 再倒入適量清水 大火消費後轉小火等煮六十分鐘 加入藥材 以黃火消費後再轉小火多煮六十分鐘 燒豆清敷湯適應症 濕熱性暗瘡 臉色通紅 皮膚油膩 油膩油膩 大便乾極 功效 去濕解毒 清熱離牆 材料 綠豆一百克 二人一百克 土服零十五克 扁豆三十克 乳甲一隻 適量調味造法 所有材料用清水沖洗乾淨 先放乳甲入鍋 再倒入清水 大火消費後轉小火等煮四十五分鐘 放入之前洗好的藥材 大火消費後再煮六十分鐘 徐斑美膚湯適應症 雀斑 面臨黑斑 功效 燒乳降脂 活血區斑 材料 山楂二十克 田七十克 切片打碎 刻木二十五克 村公十克 尺小豆三十克 百合三十克 紅棗八莓 豬蹄肉三百克 二五克做法 所有材料用清水沖洗乾淨 將豬蹄肉放入鍋中 加入適量清水 消費後轉民火燉煮六十分鐘 再放入藥材煮六十分鐘 Minnacle Sipkent Lost-Mot-Ekaris-Chuminger 中華經根醫學院院長 香港針灸學院副院長 醫道管主陳醫師周嘉儀教授 Minnacle Simpand Camp Stay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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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p